各位同學,下午好,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Information Day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我是香港公開大學科技學院科學學系的副教授 我叫徐景良,大家可以叫我Dr. Trey都可以 今天我會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科技學院科學學系會提供的一些program 科技,大家看到這個科技,這個字會想到什麼呢? 其實很多時候你可能會想到一些做Lap,穿著一些白袍 進去Lap,做很多保持好尖端的實驗 其實科技是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 例如大家現在都機不離手,大家都有手機 你有時用手機用得多的時候不夠電,可能要用一些即時的充電器 俗稱尿袋,那些尿袋有時它的用電量很高 那用電量會不會涉及到一些用電安全的問題呢? 還有它的質量是否需要一些檢測呢? 這個就跟科技相關的 好了,另外就是食米了 說到食米,就說到食品安全 譬如,那些米裡面可能會有一些重金屬,譬如一些隔 是對人身體有害的 食品安全除了一些重金屬的污染之外呢? 現在那些人還會關心,究竟這些米是否用一些 所謂有機的方法做出來的呢? 或者是它會不會用一些轉基因的技術呢? 這些都是跟我們Spyne相關的 好了,食之外呢?現在夏日炎炎 最好呢?就是躲在一些有冷氣的地方探一杯雪糕了 當你吃雪糕的時候,會不會想到 咦?這個雪糕外表呢?就是很美味的 但裡面可能暗藏一些危險的 譬如,如果它那些細菌燒錶的時候呢? 那就對我們人體可能有個危險在那裡了 那我們就會涉及一些檢測 好了,那這個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了 香港的機場,那其實現在呢 機場有兩條跑道,正在建第三條跑道的 預計是2024年那陣落成 那講到起機場呢?其實呢 很多時候呢就會涉及到一些土木工程啊 或者是一些樓宇建築啊 甚至呢是在起這個機場山跑之前呢 我們呢是要做一些環境影響評估的 看一下它對周圍的生態環境有沒有影響呢? 對周圍的動物會不會有影響呢? 那這個呢就是涉及到一些環境影響評估 那都是屬於我們science的範疇 好了,那這些呢就是一些健康品 所謂的健康補充劑或者一些藥物 那現在最hot的topic呢就是這個COVID-19 那這個病毒呢就搞到全球水深火熱 那大家經常聽到呢,要這樣東西結束 或者去到一個稍為停下的時候呢 就是我們需要一些疫苗 那這個呢就涉及到一些生物的技術 就是technology 其實不說你可能不知道啊 除了我們現在人類很多科學家 在研究一些疫苗之外呢 他們呢就在研究一些藥品的 那這些藥品呢其實它的成分呢 就可以阻斷這個細菌在人類身體裡面的繁殖 那就是減低這個發病的機會 那這些所有這些東西呢 都是跟我們的science相關的 好了,那有見及此呢 我們Department of Science呢 就提供了以下這麼多個七個program 去給大家去挑選的 那大家見到這裡呢 就有一些工程學的program 就是所謂的工學士 譬如有檢測和容證的工學士 還有一些土木及環境工程 榮譽工學士 那還有這個屋羽設備工程 和可持續發展工學士 那你會問呢 那這些工學士跟science有什麼相關呢 其實呢我們就要學了一些science的知識 之後呢 就應用在一些工程的領域 去解決一些工程的問題的 那你說 那除了我們檢測和認證 有一個工學士之外呢 我們都還有理學士的 那待會幾張slide 我會簡單講一下他們兩個的區別 那如果你說 唉我不想到一些很general的 一些檢測和認證呢 我們有一些specific topic 譬如呢 就是一些食品測試科學的榮譽理學士 環境及綠色管理榮譽理學士 生物科學榮譽理學士 都可以給大家挑選的 那我知道今天來聽的同學呢 大多數是一些DST的學生 但是也都有可能呢 有些同學呢 他手頭是拿著IB high deep 或者associate degree 那無論哪一種類別的同學呢 我們都有不同的entry pathway 進入我們的program的 那待會我都會逐一向大家講解呢 那你就說 咦 我都是對檢測和認證有興趣的 但是呢 我就不是太喜歡一些dry science的 我是喜歡一些wet science的 什麼叫wet science呢 就跟biology and chem有關 就是biology和chemistry 我們所謂的wet science 就是你要進入lab做一些 用到solution去做實驗的東西 那你就可以選擇我們這個 檢測和認證 榮譽理學士 那這個理學士的program 其實就是focus在訓練大家的scientific analytical skill 那譬如它的highlight 就是你會學一些 microbiology toxicology dna technology and chem 所謂的 和一些guided laboratory practice 那等到大家呢 無論在生物或者化學方面 去充實自己 那你就做很多這一方面的檢測 那你就可以選擇這個 檢測和認證的榮譽理學士的 好了 那簡單介紹完那些program之後呢 那我們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現在的學校的building 那大家如果說起公開大學 很多時候一個印象就是 就是何文田的正校 那就是足球總會旁邊那一棟 那公開大學以前做得很成功 就是一些搖拒的或者一些成人教育的program 其實現在告訴大家 我們的fulltime program的學生呢 已經是超過了搖拒 或者parttime program 已經是超過一萬人的了 那所有的註冊的學生呢 其實已經超過了某些UGC的院校 就是所謂八大的院校 我們就有現在呢 現存有兩棟building 除了正校之外呢 還有這個賽馬會校園的 那我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現在在常盛街 還在搞一棟新的building 那以後呢就是給一些 整理和health的program 那當它今年年尾整好之後呢 其實呢就大家可以用多 share一些facility 大家會用得更多 學校的資源的 好的 好了 展示一下一些我們實驗室的照片 那其實呢 我們除了有不同類型的實驗室 一些web science 或者dry science 的實驗室之外呢 我們還有很多先進的儀器設備 剛才講過的一些電波屏閉室 我們有經常可以看到在廣告裡面的 做一些分析的儀器的高端儀器 一些水質測試儀器 防火性測試的儀器 用電安全的儀器 一些珠寶玉石鑑定的儀器 這個都是有關的 一些用電安全的儀器 以及一些分子分析的儀器 那裡面呢就有很多儀器 如果你選擇我們不同的program 這些儀器都可以讓你自己用手去操作的 讀書得很辛苦 那我們也會有很多課外的活動 例如呢 會帶大家去參觀不同的公司 如果你認得這兩個 你都知道它是什麼牌子 我就做廣告 這張照片就是我們的同事 帶著一些學生去做一些 exchange program 以及visit 那除此之外 那些同事都會帶大家 去參加一些local或者overseas的conference 學多一些更加多的尖端的資訊 除此之外呢 我們的學生都很威風的 參加很多不同的students的competition 都獲獎無數的 剛才說的都是跟學術有關的 其實呢 在大學讀得書呢 其實dualive都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呢 就有 學生會 那通常呢 會做很多活動的 例如這個呢 就是old night 是orientation night 就是入學之前呢 大家和那些師兄師姐 或者是自己同屆的同學呢 就玩一下 裡面呢 可以交流很多不同的資訊 那這個我想特別介紹一下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Department of Science 每年的指定保留節目 那就是一個盆菜宴 你看到大家穿得這麼厚呢 因為一般呢 我們會在新年的前後呢 搞這個盆菜宴的 這個盆菜宴呢 就不只是學生的 你看到呢 有很多呢 是我們的先生 和一些業界的人士的 那個目的呢 就不只是吃東西的 我們呢 就讓學生呢 和先生或者業界的人士呢 在一個相對輕鬆的氛圍之下呢 就聊一下 啊 我讀完書有些什麼工去找一下 特別和一些業界人士聊一下 哎 現在究竟有些什麼工是好找的啊 或者是什麼專業呢 是需要一些人才啊 這樣 那除此之外呢 不同的年級呢 還可以和一些師兄師姐 師弟師妹去溝通一下 譬如 我選科的時候 哎 有沒有些什麼 哪些是神科啊 我可以選一下啊 那都可以在這些 這麼輕鬆的氣氛之下 交流一下的 好了 講了這麼多 如果大家對我們的 任何以上提到的資訊 是有興趣的話呢 你們可以去到 都要不同的web page Scan這個QR Code 就可以去到的了 那就可以看到 不同方面的資訊 如果你是對 入學的資訊 是一般入學的手續 是感興趣的 你可以找我們的 Information Center 或者是我們的Admission Office 好了 如果你是想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剛剛說的不同的program 那我們這裡呢 有四位staff的一些聯絡方式 都在這裡的 如果你說哎呀 我發電郵太辛苦了 打電話有時候呢 阿sir在上課 又不一定找得到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要 我們Department 專門有一部手機 是安裝了Whatsapp 和WeChat的 那你隨時可以Whatsapp 或者WeChat我們 問任何關於 我們program的問題都可以的 我們很歡迎大家詢問 我們也很樂意回答大家的問題 好 那今天的分享呢 就暫時到一段落